好,所以我們剛剛提到說呢 這個 這個實際上呢 如果我們測到的這個 它其實是 從安培劑得到的讀數呢 是I測 但其實今天呢 如果你伏特劑是這樣價的話 它其實是會 有一部分的電流跑去伏特劑那邊的 然後有一部分的電流跑去你的代測電阻 那這樣的話 你用安培劑的讀數 然後和伏特劑的讀數去 算這個代測電阻 其實是算到不準的 因為實際上流過代測電阻的 只有IR這部分 那什麼時候才會比較準呢 就是當這個IV可以很小很小忽略的時候 就會準 就是這個IV可以忽略的時候 那什麼時候IV可以忽略呢 那就是電流幾乎都留下面這一條路 而不留上面這條路 那怎麼辦到 讓電流都留下面 那就是兩邊的電阻要差很多倍 電的阻礙 電的阻礙就是電阻吧 電流的阻礙 那上面的阻礙要越大越好 下面的阻礙越小越好 這樣的話幾乎所有的電流都會流過來 所以這種情況就是在 如果你是代測電阻呢 它的電阻是遠小於伏特劑的電阻 那你就用這一個接法 用這個接法 就可以讓 就可以讓IV 遠小於 IR 因為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是病聯的嘛 病聯的話 電壓是一樣的 那電壓是一樣的話 那電阻越大 電流就越大 所以如果電阻 這個代測電阻比 比我們的福特劑電阻小很多 那它的電流就會比它大很多 就是這樣的關係啦 第一 R 就要等於 I 然後乘上V 乘上R 乘上R 然後又會等於 R 乘上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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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就小小 所以就會達成 讓這個IV變很小 讓這個IV變很小的話 你這邊 這個IR 就會大約就等於i 特 而IR就會等於 幾乎是等於 你測到的電流 所以這種 所以這種是用在小電阻 是用在小電阻的情況 所以還有另外一種測法 就是用第二號那種接法 那就是測大電阻 的 我 好 因为它就同一条路 同一条路你测到的当然就是你流过去的 你测到的电流就是真的流过去的电流 这时候是安培剂准 但是伏特剂会不准 因为你今天是跨两边了 你不是只有算它的端电压 你算两边的总和的端电压 所以这时候是伏特剂不准 这样子 那今天是电流一样 电流一样 那你的分压 你的电压 端电压的比 就会跟电阻的比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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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RA是安培劑的內電阻 因為通過的是同一條電流 那所以R乘上IR就是它的端電壓 然後RA乘上IR就是它的端電壓 那兩邊的端電壓加起來就是總共的測量到的端電壓 所以是測到的 應該會是VR再加VA 然後你測到的電阻 就會是用你測到的電壓 然後去除上電流 這樣子 我這裡應該要多寫一步 才會跟右邊 才會跟左邊一樣 好 那同樣的如果我們這一個可以忽略掉的話 這個如果可以忽略掉 那你測到的就會很接近真正的R 很接近真正的代測電阻的值 那什麼時候你可以忽略掉這個呢 忽略掉這邊的分壓 那一樣也是電阻要差很多 電阻差很多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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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這個就會有一個特別大 一個特別小 我們可以把V側 就寫成 把這個乘過去 這個乘過去 好 所以當你的這個RA呢 如果比起這個R呢 是小的 然後這個R是大 那你後面這一項就可以忽略了 後面這一項就可以忽略 那這樣的話 你的測到的 就會等於 約等於 IR乘以R 那就會等於VR 這樣子 好 所以這是適合用來測 你的代測物電阻 比安培器的電阻大很多 大很多的時候 所以 你大很多的時候 就適合用這樣來測 這個比較不直覺 比較沒有像剛剛這個電流的阻礙這麼直覺 那還是可以用 從上坡下坡來看 你測到的 你測到的是這麼多 然後 然後 這個是 從這裡算到這邊 從這裡算到這邊 是V 然後從這裡算到這裡 是VR 那我盡量讓這個VA小一點 盡量讓這個VA小一點 讓它不見 讓VA不見 那也這樣測到的福特劑的毒素 就幾乎都是它的電壓 那怎麼樣讓VA小一點呢 就是這個電阻要小 那這個電阻要大 然後差越多越好 差越多越好 所以 這是適合測大電阻 那這是適合測小電阻 因為你的電阻要比福特劑小很多 那通常福特劑就會故意設計成很大很大的電阻 然後安培劑就會故意設計成很小很小的內電阻 那有另外一個更快速的記憶方式呢 就是 你看它這個包圍的範圍 如果是一個小範圍 框柱一個而已 框柱電阻而已 這樣的話就是小範圍 那小範圍就測小電阻 那如果是框柱很大範圍 框柱兩個都一起框柱的話 就測大電阻 這只是記憶的方式 沒有什麼道理 接下來要介紹電功率 這是第幾個案子 最 kilka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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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